另外也要釐清原因的是意外频传的加拿大 不但发生了火车出轨 还有公寓爆炸 一共造成了七人受伤 还有七人失踪 原本笔直的火车和轨道 撞成两个大摸字形 空拍下的碎裂火车像碎掉的大饼干 几节车厢还冒着烟 尤其拉近看几裂火车出轨之后冲撞 和轨道几乎成直角 甚至造成后方火车叠在一块 加拿大安大律省警方调查 出轨的载货火车连环撞击之后 有几节卡车的油槽还打翻露出燃油起火 数十户民众紧急撤离 幸好无人伤亡 不止火车出轨 就连安大略省在乌兹托的公寓 也发生爆炸起火 火蛇不断冒出 烧得连屋顶都没了 眼看不断燃烧 附近民宅也急得逃离 目击者说先听到公寓爆炸 随后起火 温度太高 有的民宅灭火之后还不断冒烟 消防人员赶紧戴口罩 在伸手不见物质的情况下抢救 起火源于加拿大正调查 但灾情惨重 欺人失踪 欺人受伤 还包括救火的消防队员 中文新闻综合报道 日常